都有啥疑问对方 咱们都可以说说 你问吧 你问我回答你了 你可以问啊 初次见面 刘大哥表现的有些拘谨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我57年 身高1米63 工资3000多 自己房子的菜签还没下来 这也是公租房 这你这个公租房 这个地板都是 这不 泡的 我说的呢 我记得那个公租房 你那个调性丑得也挺好的 跟我这不一样 我这以前低保 我爸那低保 所以一直住到开支 才变公租 我说的呢 小物反正宅不宅好 公租房一般没有太大面 你可能是都不公租 53最大 我这也是51 53最大的 还养点花 养个花 养个鱼 养个小狗 这都是爱好 我爱心的 还挺细腻的 大哥挺细腻 你没点紧张啊今天 你没太多说话 熟了也挺健谈的 这也啥事用着说 以后出感情了 这啥说的 我说到跟我这事 我这人喜欢就是事上见 某件事出现了 谁咋表现 家伙好友我都这个情况 你敬一尺我敬一尝 大哥愿用射准吗 这个都对 这个都行 你俩反正都是彼此的诉求 都是有共 比较有共鸣 我还知道就还没说 就是性格好 还正经过日子 有劳保多少无所谓 长相一般就行 我这没啥要求 刘大哥本以为这气氛 已经有所缓和 没想到刘大姐 却忽然提出要走了 刘大姐也没解释太多 俩人留了联系方式 就先告别了 直到刘大姐下了楼 才叫住了红娘 说了实话 孙秀杰56周岁 退休金1900元 无住房 他在这边 我跟你说 他女人找的都别说了 他成天就愿意跳舞 我把夜不回家的 下半夜回家 就他总上五平均 你就管他 就不让他去 我管不了 我管我俩干账 他就不愿意吱声 就一整个 跟我俩往后腿干的 干动手吗 动手 那严重的时候呢 是啥样 严重的时候 我俩就死不打呗 孩子坐在那儿哭 那孩子不会怕 你就可能会坐在 下二哭 那大鼻子疼到老肠 你瞧我儿子也可怜 丈夫自由成性 孙大姐实在忍受不了 最终就离了婚 我离完婚 我把孩子给他了 都没到十天 完了我爸那时候上班 他们单位也是高 所以那大姑娘 赶紧把那孩子接回去吧 那老六子 我家里的小名就老六子 那老六子也不管那孩子 那孩子都晚上十点多 孩子在他门口睡觉呢 都不管 早一早下 还买一个面包 那孩子吃一天 能够吃吗 孙大姐只好带着孩子 在外租房住 下属东寒 吃尽了苦头啊 我这边加班最晚的时候 有多多半夜 那孩子呢 孩子跟我俩待到半夜啊 这个邓丁躺睡觉啊 我给他上那个 收完市 给他烧点热水 冲点方便面 那最早的 你都别提 我租的是个 是人家小棚子 把那冬天烧火呀 那也好成功 能弄不定 后来丈夫多次求和 但是孙大姐都不为所动 之后就再没跟她 有任何的联系了 直到很多年后的一天 她接到了儿子 打来的一个 意想不到的电话 她说妈呀 我爸死了自杀了 这样子 钻车 钻火车呢 那边 那啥就死 就像你女儿子 不是的 就是的 你妈你明天 你送的最后一程 我妈这样 我说行儿子 只要你说 我妈妈等都走到